中国古代九五之尊的帝王是富有四海 如果说皇帝也有饿死的 估计很多人不会相信 但历史上却有好几位皇帝就是被活活饿死的 齐桓公为了传宗接代 娶了六个小老婆 生了一堆儿子 齐桓公原想立正亲生的儿子为太子 但是另一个小老婆常未经过甘心 就勾结齐桓公的宠臣 树雕与义牙 想办法促使齐桓公改主意 后来齐桓公病重 儿子们开始内讧 大开杀戒 宠臣树雕与义牙 假意把齐桓公封闭到一个小屋里养病 却无人照看与过问 既没吃的又没喝的 后来活活被饿死了 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个酒囊饭袋 梁武帝明萧衍 是南梁朝的开国皇帝 他博学能文精通音乐书法 年轻时曾与谢条省约等民事 一起被誉为静灵巴友 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 当上皇帝后 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 国家一度政局稳定 国库充足 文化繁荣 这位梁武帝 82岁了 还能带兵打仗 赵里应该死得轰轰烈烈 或者安安详详 但也被饿死了 梁武帝一生酷爱佛教 自称菩萨皇帝 终日烧香拜佛 后来发展到布里朝政 他因为早年无子 就把侄儿肖正德过继为子 封为太子 但是后来他又有了儿子 于是就将肖正德改封为西封侯 肖正德夺回太子之位后 勾结外患 最后把梁武帝囚禁在台城 梁武帝缺吃少穿 加之年事已高 最后竟被活活饿死 享年86岁 而不得善终 赵武凌王名气比较大 一提起他 马上就会有人想起 那个著名的成语 胡胡骑涉 赵武凌王在以绝对优势 稳定了北方局势后 便不再满足于 最初提出的奋斗目标 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 力图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为了腾出手来开疆拓土 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和 自称主父 然后统帅他亲手缔造的骑兵 准备从和套一带南下习秦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 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由于他在立赵和为王之后 仍在长子赵张与次子赵和 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 感情用事 优柔寡断 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 正便发生了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 贵文王四年 公子张作乱 先杀向国肥义 公子李成 李队起兵敬难 打败了公子张 公子张兵敗后 投奔主父 主父输容了他 公子李成 李队围攻主父所居的 杀秋公 杀死公子张 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账 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 主父欲出不得 又不得时 叹绝构而时之 三月余儿 饿死杀秋公 自封的草头王元树 这词也说得上 是位乱世英雄 元树号称出身于四十三宫 东汉末年 趁着黄金起义之际 割聚了一块地方后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居然排排成长的 做起了皇帝 可惜 很快连命都打上了 并且也是被饿死的 据说元树死得很惨 三国志元树传里说 元树死的时候 身边已没有粮食 学问厨房 回答说只有麦蟹三十斗 厨师将麦蟹做好端来 元树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其实正当六月 烈日炎炎 酷暑难当 元树想喝一口蜂蜜水 也不能够 元树独自坐在床上 爱惜良久 突然惨叫医生说 我元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喊完 倒服床下 涂血一斗多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